前文再續著書接上一回 上次我講到邵田、邵雷兩兄弟 想著續了王飛虎就靜靜退兵 這樣就可以回朝哥向文泰師交差 誰知他的三萬人馬 行了三十五里路 來到龍山口的時候 突然半老衝出周型的人馬攔著去路 新甲新緬大聲說 邵田乖乖地留堆武城王 金凶丞相將令在此等候多時 邵田一看 我的計劃都比會想得到 不由分說中馬揮刀就殺出來 新甲洗虎相認 兩馬相交刀虎並舉 大戰了二十幾個回合 新緬亦殺槍上去 沾著邵雷 邵雷就知道自己離窺 心虛了嘛 打不到幾個回合 撥住馬頭就走 新緬衝散人馬 救了王飛虎 王飛虎一臂救出來 整個人生氣 撥過一匹箭馬 一把刀 向著邵田就殺過來 都未戰到幾個回合 都未戰到幾個回合 左中右中 走到二更時分才上回大路 忽然間 奇怪了 傳來一聲炮響 噢 見一支人馬 忽然間 亦免殺張過你 少雷向前一望 原來是南公式 領兵殺到 少雷害怕啊 他哀求 南公將軍 是我底死 麻煩你放我一條生路 日後 日後 再重重報答於你了 南公式又怎會答應呢 他說 小說廢話 快快下馬受擒 少雷這個時候 見沒得談 於是就揮刀來頂了 但哪裏是南公式的對手 兩馬相交 沒有幾個回合 南公式再擒 南少雷拿反西奇 田食夢夢降 姜子牙就升電 新甲新緣獻上少田 南公式獻上少雷 姜子牙在電上大聲話 噗呼 你這樣的詭計又怎能瞞得我 左右再 給我退出 砍 軍政官德令正想動手 怎知道少雷他大聲說 冤枉啊 姜子牙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問了 你又什麼冤枉啊 少雷就說 天下貴州 人所共治 就是我慶祖父母都在朝哥 如果我們歸巷了 父母必定會遭殃 才會想出這樣的下策 實在情有可言 姜子牙就問黃飛虎了 黃將軍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父母在朝哥 黃飛虎就回答 沒錯 姜子牙又說 姜子牙又說 那好吧 善將兩人放蕩 將少田作為人之 讓少雷反朝哥 如此如此 借搬借搬 就可以將家眷接過來了 這頭我們再說 溫少雷 按照姜子牙的雞策 就離開州營 很快就回到朝哥 拜見文太師 他說 太師 末將 兵治西奇 兄弟 和周軍見到 紀將 先打敗了 藍公式 再打敗了新甲新冕 但是西奇人馬很多 難以取勝 治水關寒民 又不肯發放糧草 軍心慌亂 所以 星夜來求見太師 望速發軍糧 再添加兵俱 好作增援 以能取勝 太師又怎知真假 他想了想 先前有火牌煉箭 汗明又怎會不發糧草 那麽搞法怎得 好了好了 於是他就命少雷 你可點兵三千鴨 糧草一千石 前往西奇 是 少雷領命而去 少雷走了三四日 文太師 越想就覺得 越不對勁 汗明又怎會 違抗軍令 拒發糧草 其中必有緣故 太師墳鄉點鐘 按八卦排列金錢 一選 哎呀 文太師不敢拍案大聲 我上了少雷的當下 被他騙了我 還用架中的老少爺 接走了 真是起死我呀 文太師就問了 誰可罰西奇 站在一邊 文太師的門人吉納就說 老爺欲罰西奇 非青龍關 張貴方不可 文太師一聽 哦 好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於是文太師發下兵符 火牌令箭 又派神威大將軍 幽隱前去守關 各位 這個幽隱 以後就大把鼓講 好 這裡先賣個關節 這裡我們講回張貴方 接到兵符 向幽隱交代員筆 點起十萬人馬 命風臨為先行官 那各位 這個風臨呢 那是豐厚的苗瑞 他殺賓西奇 在南門道安營紮寨 姜子牙文部召集 重將商議 王飛虎好擔心 他就說 成長 張貴方 那是左道旁門的術士 懂得用幻術相忍 兩軍交鋒的時候 必互相通報盛名 比如我叫做黃某 他就大聲說 黃飛虎五下馬更待何事 他這樣一說 就會不由自主 整個人從馬上跌了下來 所以這個人很難對付 承上可吩咐重將 若是跟他交戰的時候 千萬不要將聖明通報出來 姜子牙聽完 燃出一面擔心的神色 重將聽完 心裡頭暗截冷笑 嘿嘿 玩東西嗎 一叫個名 就整個人踏落馬 瘋了 如果個個被他這樣叫 不就個個都跌落馬 束手就蓋 會不會這樣啊 哪會這樣啊 到了翌日 風臨到城下嬌鎮 周文王的第十二個兒子 姬肅乾 他對黃飛虎的說話 不是多順情 向姜子牙拯戰 要求見頭鎮 姬肅乾 他提槍上馬 令兵出城 來到鎮前 他大聲看文說 來人是不是張貴方 風臨就說了 飛呀 我是先行觀風臨 殿下姬肅乾就說了 你都未救回來 你快點回去 叫張貴方出來送死 風臨一聽他生氣 中馬沒有兩條螺牙棒 殺張出來 姬肅乾停槍商言 兩人大戰都三十多個回合 都不分勝負 只見殿下 埋了個破綻 他叫了聲 中啊 風臨左腳中 果然中到一槍 於是 見風臨 撥馬就走了 殿下姬肅乾拍馬趕過來 唉 不知道風臨是個左道之士來的嘛 雖然是受到傷 中到一槍 但法術依然沒有損 另轉頭見姬肅乾趕到 口中念念有詞 從口中一噴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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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道黑煙出來 化成了一個目紅 在黑煙的目紅裡頭 燃出了一粒紅豬 有碗口那麼大洗 朝著姬肅乾 兜口兜面就打過你 糟了 這粒紅豬一劈下去 將殿下姬肅乾 整個人打落馬下 空臨立主馬頭割下首級 回營布公 在港周邊敗入城 布置姬子牙殿下如此陣亡 姬子牙心裡頭悶悶不落 武王見死了個弟弟 就更加傷心落淚 眾將官咬牙切齒 第二 張貴方清朝移出 指名道姓要姬子牙出來答話 姬子牙命人馬列隊出城 排開了陣勢 雙方主將見面 先是一番唇槍竊戰 各講各有的道理 各說對方唯逆天命 然後風臨走馬出陣衝殺過你 此見姬子牙奇門國下一將 年人帶馬有如影金赤日馬路一般 仲馬揮刀營敵風臨 各位 這個人並非別人 只是大將軍藍公式 兩人大戰多時 都未分勝負 張貴方忍不住 仲馬殺兩王飛虎 王飛虎也跟著吹開座騎 即是他那隻五色神牛出陣了 牛馬相交 雙槍並舉 惡戰龍淡 接不到十多個回合 這位左道友張貴方開聲了 他大聲說 王飛虎五下牛 更待何時 奇怪了 叫聲一出 只見王飛虎在馬上訪了幾房 沒多久 就整個人不由自主 他再落牛背 使出正想上前來捉人 只見這個時候周忍奮力殺了出來 敵著張貴方 王飛虎 王飛虎也一起衝出去 搶回自己的大佬 張貴方大佬又出聲 將周忍又叫了落馬 殺瘋狂了過去 再說那個先行官封臨 亦炸敗而逃 引誘藍公式 趕離 後准時機 口吐紅豬 將藍公式打落馬下 殺瘋活足 這樣一來張貴方就大獲全勝 掌鼓收兵回營了 姜子捱亦收兵回善 建設都兩元大將 心裡頭好煩惱 於是就命掛出免戰牌 不敢跟張貴方交戰 張貴方 命將王飛虎 藍公式 就打入囚车 等破了西奇 再逐了他們 然後才再戒往潮哥請功 這趟王飛虎就有難了 怎麼辦呢 又沒有人救他 這裡先按下不表 你從單港乾元山金剛洞 太月真人這一日 他正坐在碧柔床上 混在元神 突然之間 他覺得深血來潮 就知道有事發生 於是他就命金霞同志說 你叫你師兄來了 他師兄就是拿渣 拿渣很快就來到蒲團下拜 真人就說 拿渣 這裡不是你舊居之地 你速速下山前往西奇 助你師叔姜子牙婆張貴方 如今三十路兵伐西奇 你可前去附助明君 以應上天之意 是師父 是師父 拿渣生善是一個好動之人 即使他腳踏風火輪 手提火尖章 邪瓜炮皮囊 高高興認 歡歡喜喜地別了師父 下山而去 話說拿渣不用一陣 已經來到西奇 落了風火輪 問哪裏是上虎 左右的人就告訴他 小金橋那裏就是上虎 拿渣找到上虎 就求見成相 姜子牙聽說是道童求見 連王請他入來上虎 拿渣扣拜到姜子牙 口稱師叔自報家門 姜子牙好歡喜呀 都未及韓宣 即使武成王王飛虎上前拜謝拿渣 拜謝拿渣上次相救之恩 各位 這裡要提番題 前一次拿渣救王飛虎 是王飛虎的父子過治水關的時候 遇到韓民手下大將愚化 愚化呢 連戰四鎮就逐到七元將官 因為他制出了個陸雲番 就將王飛虎父子就逐了下來 好想拿渣前來相救 就破到餘化的陸雲番 用金磚就打到餘化 伏著馬安 扶著馬安 扶擊敗途 拿渣救了王飛虎父子之後 就奉使命返回乾原山 這個是上一次的事 好了 我們現在說回這裡 王飛虎父好感激拿渣上次相救之恩 拿渣就問 這樣是什麼人來佛西奇 為什麼會掛起那個免戰牌呢 王飛虎父就說了 有青龍關張貴方 左道驚人 連琴兩將 所以姜臣上才掛起了免戰牌的 拿渣就對姜之牙說 師叔 你脫去免戰牌 等弟子前去見鎮 將張貴峰山琴抹捉過你 姜子牙一聽好歡喜 立刻全年就脫下免戰牌 張貴峰知道了 西奇脫了免戰牌 立刻派先行官 仍然是那個楓林 前去挑戰 拿渣就迎張出來 與楓林互通勝命 就展開了一場激戰了 楓林見拿渣先鋒道軍 覺得若不先下手的話 就罷給他所累 不是啦 他打了沒多久 就撥轉馬頭送人 拿渣趕上去 那個楓林是左道友來的嘛 又洗出那種東西 憑恨於人兔紅豬 向拿渣劈面打過來 拿渣一看放聲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這見拿渣用手一指 奇怪了 煙燒豬落 那粒豬落了下來 那些煙散開了 真是一物字一物 風雲見到 被人破了他的法術 很生氣啊 回馬再戰 那渣從炮皮囊中 拿出了乾坤圈 向空中濟起啊 發聲 那個乾坤圈正中 風零左邊的肩膀 打到他肩膀 又骨折又筋斷 差幾乎落馬 沒辦法 只要敗婚入營了 張貴方知道之後 不生就假了,提枪上马杀出人去,好生的问,你就是李喇叉,是你打伤我的善行官,是不是? 喇叉大喝一声,他说,哼哼,匹夫,没错是我,怎样?听说你能够呼名落马,我是专情来捉你的。 说完之间,喇叉张昌一访,就离取对方了,张贵芳急加相迎,轮马相交双枪并举,就展开一场斗杀,一个是莲花化身灵珠子,一个是风神榜上一缩门,但是见到三四十个回合。 张贵芳就慢慢不碰,一如又洗那东西出来,他大声说,哪吒不下伦来,更待何事?